音短几个月开始疯长 为心力职业受医师 音短正常在2至8月0的时候 成长速度会比较快 音短的体型和骨架在这期间 过后都会基本定型 很多像换牙换胎毛等行为 都会在这期间完成 因为快速成长期 需要消耗的能量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主人可以给音短 提供一些能量营养物质 比较丰富的食物 这样有利于避免音短 在快速成长期 因为缺乏营养物质 而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 不过不建议主人 每次都给音短吃大量的食物 因为2至4月0的音短 刚经历断奶不久 可能不能很好的自主控制进食量 一旦进食过多 容易出现消化不良 或者胃肠道蠕动异常 等消化道疾病 可以少量多次的给 这样更符合音短 正常的进食习惯 也有利于维护胃肠道的正常功能